大家好 我是東方 提起新疆 很多人都是聯想到 這個一望無際的戈壁荒漠 沒錯 在上個世紀80年代 我所處的這個柯牙 它就是位在這個塔克拉馬甘的西北原 當時呢 就是一片的戈壁灘 但是呢 經過這30多年來 一代接著 一代幹 一年接著 一年幹的這樣一個精神 如今呢 是已經築起了綠色長城 現在人盡沙退成了花果飄香的好地方 那他們是怎麼辦到的 帶您一起去了解 柯柯牙隸屬新疆阿克蘇溫宿縣 在1980年代塔克拉馬甘沙漠 以每年平均5公尺速度逼近城區 白日以上沙沉天氣 讓當地民眾一出門秒變兵馬俑 我記得我小時候就經歷過一個封沙 那個時候幾乎我們是出不了門的 直接回家都放假了 然後那個時候 他們的那個順口溜就是 阿克蘇人民很辛苦 一年又吃兩斤土 白天不夠 晚上不 真的是這樣子 自1986年起 柯柯牙展開荒漠綠化超級工程 遇到戈壁灘上堅硬岩層 靠炸藥爆破開路 面對鹽鹼含量 動輒9.87%的惡劣土壤 得飲天山雪水 挖渠排檢 一百亩地澆灌一次 要耗時15天以上 是一個高低不平的一個雅丹地茂的一個地方 而且它的土質呢都是鹽鹼土加沙粒土 這個土質是根本就種不了樹的 所以當時呢也流傳出來這樣一句話 說年年植樹年年荒年年植樹老地方 春種一片樹 秋生一捆柴 最普遍我們用的就是灌水壓檢 就是用大水漫灌引水過來 然後把這一片就跟洗衣服一樣把這個檢排掉 就是在邊上挖個排檢渠 然後這邊就是灌水 然後這個檢在上面 就是上面的那浮檢就塑在排檢渠把它排掉 據統計從1986年到2015年 柯柯牙造林合計115.3萬畝 植樹1337萬株 如今阿克蘇沙塵天氣發生頻率已大大減少了八成 同樣的綠色奇蹟在吐魯班則是另一番風景 新疆凱爾井呢與這個都江燕跟林渠 並稱中國三大古代水利工程 是屬於新疆地區這種乾旱少雨 特有的一種引用地下水的方式 它是先民們的智慧結晶 吐魯班第一是第一 離天山近 而且是全國最乾最熱的地方 有這個破度水源土質這些條件 它從出水口開始早由草腎 出水的部分去開挖 因為地下也有跟那個人體血管一樣 有水脈水線 它跟這個水脈去挖 越挖越多越挖越多 所以從這個疏水端挖到汽水端 岸區一般挖的1.5米高 0.78米寬 挖到這個大概30米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蹲著趴著 脫土很不方便 那這樣的話呢 你要有一個體肚方便 還有呼吸困難嘛 它就要取養的這個口 它就開始打30米一口井 這個井的距離你可以自己定 冰川血水引到地下 這個升到地下引過來的 所以這個15度左右 溫度很冰 人體本身體溫就367度 泡在15度的水裡 當然是很難受的 它就是堅持克服 最後將水引過來 康爾瑾在吐魯番最為集中 全市分布達1108條 其中連續使用時間最長的 超過1500多年 一道道清泉在地下暗渠裡流淌 默默滋養著吐魯番這片綠洲 吐魯番到底有多乾 這裡年降雨量只有16毫米 但是蒸發量卻超過3000 尤其在夏天它的高溫更逼近50度 正是這樣乾燥又酷熱的天氣 卻造就出最甜美的滋味 在葡萄完全成熟的季節 它的含糖量 平均的含糖量超過25%以上的話 5公斤先是葡萄 可以釀出1公斤的那套嘎 如果它完全熟透的話 需要7到8公斤 吐魯番是大陸葡萄主要產地 總產量佔全江的52.84% 全大陸的五分之一 在葡萄溝至今還保留 傳統曬乾方式 量房用磚搭乘 四周保留強洞透風 新鮮葡萄懸掛木架上 接受時光洗禮 行程色香味型視覺 更借一帶一路遠向海外 對外出口呢 主要是通過路上這塊 有中歐班列 還有海運那一塊 主要從天津港那一塊 出口 我們到德國的話 可能需要兩周左右的時間 那跟以前相比是不是快很多 對 以前要多久時間 以前的話 據我了解的話 可能需要20多天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在土魯番 葡萄超過500種 今年種植面積達14萬畝 產值上看30億人民幣 從不毛之地到綠洲果園 是古往今來好幾代人的堅守 換來的經濟奇蹟 記者李宗芳 黃家瑋 我們在新疆的採訪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